5月19日,拜登总统在白宫与到访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瑞典首相安德松举行三边会谈 他重申了美国权力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立场 并且强调两国加入北约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拜登指出,芬兰和瑞典是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也是美国最亲密的伙伴之一 两国完全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安全 他们申请加入北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防御联盟 得到美国充分、完全和权力的支持 拜登表示,近年来对于北约的质疑之声开始出现 21世纪还需要他吗?答案是毫无疑问的 北约是有效的,而且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 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和今天一直都是世界最不可缺的联盟 我认为明天也是如此 而芬兰和瑞典的决定再次证明了这点 作为两个拥有悠久中立军事地位的国家 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引发了整个地区的安全担忧 俄罗斯以及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均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抵制 拜登在19日的讲话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土耳其 但是他表示,加入北约的新成员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北约的目的是防御侵略,防御才是他的目的 任何人都不应该对这一具有历史性的日子进行错误解读 根据规定,美国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需要经过参议院的表决 拜登则对此表示,白宫正在向国会提交两国申请加入北约的报告 他非常感谢参议院两党领袖的共同支持 一旦所有盟国的关切得到解决 参议院将会迅速通过相关的协议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对美方的坚定支持表达了感谢 他指出,拜登总统的发言以及当天举行的三边会议 证明了美国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做出的持久承诺 芬兰寻求加入北约使该国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针对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担忧 尼尼斯托强调,芬兰将坚决打击和谴责一切形势的恐怖主义 愿意以开放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与土耳其讨论加入北约所产生的所有担忧 并且承诺将在成为北约成员国之后致力于维护土耳其的安全 瑞典首相安德松则表示 俄罗斯对一个主权民主邻国的全面攻击 导致了瑞典在经历长达200年的军事不结盟历史之后 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他对于美国领导欧洲支持乌克兰表达了感谢 并承诺将与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所有北约成员国进行不同层面的对话 以解决加入北约过程中的任何问题 接下来